该怎么总结其余的魔术施首则呢? 克莱恩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早就读过的报纸,一边思索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他之前已经考虑过一点,那就是有无观众喝彩的区别,但光有这个,似乎还不够。 就着这想法,克莱恩的思绪迅速发散,莫名联想到了一些事情。 还在占卜家阶段的时候,得到别人认同,被称赞为真正的占卜师,会让我有一种魔要消化变快的感觉,等总结出占卜家首则后,我开始认为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,别人的看法和反馈仅是表现,而非实质,扮演得足够好,自然会得到认可,自然会让消化加快。 也就是说,我之前一直相信两者是同样收获的不同表现,而非因果关系。 可现在,又有了观众喝彩的选项。 如果他确实能帮助我消化魔药,是否表明有的扮演真的需要反馈,别人的看法同样微妙地影响着我消化魔药的进度。 而,推而广之,七位正统神灵建立教会,传播信仰,培育信徒,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因素? 这真是亵渎的想法啊,我果然不是一个发自内心崇敬神灵的人,我会赞美,却不会狂信。 克莱恩赶紧调整思路,寻找着别的切入点。 他反复比较着占卜家小丑和魔术师的细微区别,渐渐有了一个想法。 相比较而言,需要表演的魔术师是否蕴含着主动的意味? 主动地寻找机会表演,而不像占卜家和小丑那样被动。 从命运的角度来看,这也算符合,从占卜家敬畏命运,到小丑被命运戏弄,却依然要保持笑容,再到魔术师主动地挑战命运,哪怕只是获得虚假的结果,只是靠蒙蔽得到观众的喝彩。 克莱恩威不可见点头,打算尝试着,主动做一次表演。 从哪里开始呢?得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事情,而,那个叫做埃姆林,怀特的吸血鬼被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囚禁的事情可以考虑一下。 不过,前提是,我得确认他们这火飞人类一贯奉公手法,顶多有点小偷小摸。 埃姆林的同伴是住在大桥南区哪个地方呢? 有点记不起来了,等下占卜回想回想,嗯,顺便确认下危险程度。 思考到这里,克莱恩放下报纸,起身往楼上行去。 不得不说,没有其余动机的主动掺和一件与本身几乎无关的事情,不是他的性格,但为了扮演,只能勉强自己。 我这种还算简单,钢铁直男扮演女巫或者欢愚魔女可该怎么办? 难怪白银城要强调你只是在扮演。 克莱恩突然有些理解那句告诫的话语了。 白银城,圆塔顶部一个昏暗的房间内。 六人议事团首席,柯林,伊利亚特正站在窗户前,凝望着黑暗与闪电笼罩下的白银城。 那一道道亮光照出了他花白凌乱的头发,照出了他脸上或扭曲或猙獰的陈旧伤疤,照出了他深深的法令纹和满是忧虑的眼眸。 不知过了多久,柯林转过身体,望向黑暗的角落,沉声问道。 有什么发现吗?角落里,一道影子立了起来,漆黑的投射到了墙上,并且扭曲着,婆娑着。 他的嗓音带着金属被摩擦的感觉,相当刺耳。 代理客、伯格回到自己的家里后,有表现出一定的异常,但还没有需要立刻处理的情况。 柯林轻轻汗手道,他做了哪些事情? 借助圆塔底部那件神奇物品化身光人,解决掉失控者和并非本体的神秘人后,他一直怀疑事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 前探索小队队长突然失控,神秘人隐忍了足足42年后却鲁莽地展开了行动,毫不考虑陷阱和后果。 这一切让猎杀过诸多怪物的柯林本能就觉得不对。 所以,他认为这是神秘人故意做出的选择,虽然对方的真实目的暂时未知,但必然有着相应的后续手段,不会就那样简简单单被清除。 运用裂魔者的能力未发现异常后,他故意装出被蒙蔽过去的样子,直接打发那个叫做戴里克·伯格的少年回家,暗中却派人进行起严密的监控。 这与之前关押检查的处理办法截然不同,是柯林不得不做出的改变。 那不断轻微摇晃的黑色影子回答道。 他进入房间后,坐到床边,小生弟自言自语了好一阵子,因为担心被那个神秘人发现。 我没有靠得太近,没听清楚具体说了什么,但可以确认这是异常的表现。 自言自语完,戴里克似乎变得很疲惫,很快就睡着了,可睡了没多久,他突然醒来,举行起一个仪式,我怀疑这个时候他是不清醒的,处于被那个神秘人控制的状态。 对了,那个仪式有密气元素。 柯林表情沉宁地思索了一阵道。 果然,也许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与他的本体沟通。 他究竟有什么目的? 他为什么会安心在圆塔底部过42年? 黑色影子自然回答不出这个问题,继续说道。 仪式之后,戴里克没再有什么异常的表现。 这件事情是否需要立刻处理? 如果那个神秘人的本体被引来,我们未必能对付。 六人议事团首席柯林沉默了几秒道。 继续观察。 那个神秘人暂时还没有表现出实质的足够的恶意,我们的反应不能太过激烈。 唉,你还记得那个预言吗? 快要到灾难降临的时候了。 我们探索得越来越远,找到的古怪遗迹越来越多,收获的事物也越来越危险了。 遵从您的意志,首席阁下。 那黑色影子慢慢缩回了地面,消失不见。 这时,伯格加、戴里克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,咳的心脏似乎都要因此裂开。 咳咳咳。 他扶下身体,不断咳嗽着,直到喉咙一痒,咳出了一样东西。 啪,一个半透明的事物划过他的喉咙,掉在了地上,是条纸头大小和粗细的虫子。 他身上有一些全透明的地方,形成了一圈圈圆环。 戴里克之前在圆塔底部见过类似的东西,借此彻底肯定自己已经摆脱阿蒙的影响。 他弯腰捡起了那条半透明的小虫,终于竖清楚对方身上共有12道圆环。 他有什么用? 他能拿来做什么? 他好像已经死了。 戴里克陷入了沉思。 鲁恩王国北方的领东郡。 一座尖顶的哥特是黑色教堂耸立在满是白雪的山中,占地极广。 他的前方是一处断崖,他的周围是一片白芒,没有丝毫的声音。 这就是黑夜女神教会的总部宁静教堂,俗称圣堂。 末发闭眼的伦纳德,米切尔披上一身黑色的风衣,戴上红色的手套,走出了自己的房间。 以成功晋升并稳固下来的他还没有得到参与行动的机会,还有一些练习和所谓的神秘学课程。 绕过拐角,伦纳德看见了一条通往下方的楼梯,看见身穿黑风衣,有一双幽碎灰眸的队长邓恩,史密斯和带着淡淡书卷气质的克莱恩,莫雷蒂等人站在那里,微笑等待着。 他微扬脑袋,无声叹息道。 我的记忆力也变差了。 我都忘记你们已经不在了。 伦纳德收回目光,沿着楼梯下行,来到教堂的第一层,敲门进入了一个不大的房间。 房间内摆着一张张椅子,零散坐着一些戴红手套的职业者。 伦纳德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,和认识的朋友微笑交谈起来。 过了一阵,领口高高竖起,遮住了下巴和嘴唇的高级直视克雷斯泰,赛西马走了进来,坐到最前方,面朝着众人。 今天的课程要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。 身为红手套,你们会行走在各地,有一定的概率遇上危险的高序列非凡者。 如果他们恶意明显,想要杀掉你们,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隐蔽的留下痕迹,让后续的调查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线索,具体的办法有。 但很多时候,那些高序列非凡者不一定会直接动手,会基于种种因素利用你们。 你们必须足够警惕,不能被蒙蔽,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几种情况。 坐在后方的伦纳德韩孝听着,很是专心,他的复仇对象就是一个高序列非凡者。 高级直视克雷斯马停顿了两秒,继续道。 第一种情况,有的高序列非凡者会伪装成隐秘存在,用承诺和希望欺骗你们送念他对应的描述。 第二种情况,有的高序列非凡者可能正处于被拘禁被封印的状态,他们会假扮成满足愿望的神奇物品诱导你们帮他脱困,比如,可以满足三个愿望的神灯,比如,许愿水池。 第三种情况,某个高序列的魔药名称叫做寄生者,他们常常自称自己失去了身体,只能与你的灵体共存,只能依赖你,无法伤害你,然后给你知识,配方和各种好处,希望你强大起来,帮他重塑身体或者报仇。 而实际上,被寄生的非凡者只会成为他们的养分,以此延续他们的生命和状态。 伦纳德听着听着,笑容渐渐消失。